我坐立不安,看着突然出现的江青,广是一穷二白的边缘小镇,我不认为他出现在这是偶然,江青手指敲两下桌面,去世五年,孩子四岁半,软瑶,你跟我说,孩子是谁的,其实我当时把你绿了,江青气笑了,谁绿的我,他死了,好好好,死得好,江青猛灌两口咖啡,你不是也死了,死于车祸。 冲下山崖,尸骨未存,死亡证明都开出来了,江青拽下脖梗间的戏链,狠狠摔到桌上,软瑶,好玩吗,你知不知道我差点以为你真的死了,我的目光下意识落在他摔在桌上的戏链上,上面是当年,江青送我的那枚钻戒,心间微动,江青开口了,跟我回去,我,江青身高腿长, 江青一米九的身高直接挡住了我面前的光,他没耐心了,还是你想跟我硬碰硬,狗男人,硬杠不过,见好就收,我简单收拾行李,带软安年,跟江青回到港城,恰逢暑假,就当旅游,加长林肯驶入别墅区我才回神,原来即便过去五年, 我对回江青家的路还是熟记于心,妈咪,年年睡了一路,我见他软乎乎,没睡醒的样子,心里一软,年年马上就到,跟妈妈去这个叔叔家晚几天,我们很快就回去,好不好,江青声音威胁,你还想去呢?回家,江青强调, 你家,你家,就在这,我别过头去,不说话,倒是年年,一直在感叹,妈咪,这里好漂亮,开茂别墅区,寸土寸金,当然漂亮,正值花季,满园花团锦醋,年年喜欢这,就跟妈妈一起住在这,年年傲娇,我喜欢这里,但是我听妈咪的,妈咪在哪我就去呢?我心肩微动,骄傲地看一眼江青, 她却转头看窗外,唇边莫名藏了一抹笑,看着眼前熟悉的建筑,我在心里默默感叹,久违了,恍如隔世,打开门才发现,里面的布置,竟然跟从前别无二致,暖色系的沙发套,是我挑的,糖果色的落地灯是我挑的,甚至茶几上摆的,还是我之前买的情侣水杯,只是此刻只有男款,孤零零地摆在外面, 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一强玩具,如愿听到年年,哇,的惊呼声,江青笑了,叔叔带你去拆,我默默磨牙,这男人,狗得狠,冠会收买人心,穿着江青准备好的粉色拖鞋, 我踢踢踏踏踏走到玩具旁阴阳怪气,给别人的儿子买玩具买得挺殷勤,江青,暗暗不知道从哪变出一个绒布、盒子,我还给别人的老婆买项链,我低头一看,该死,是我Small Redbook前几天收藏的那条绣款,不等我反应,江青又拉着年年的手往里走, 叔叔带你去看你的房间,我狠狠捏着绒布和根上去,看着眼前精心布置过的儿童房,给别人的儿子也能准备这么好看的房间呀,江青还凶已在门边,笑容一丝丝抽开,拖着长枪,对对对,我还要跟别人的老婆睡一个房间, 我当时就是被他这张脸迷得七昏八素,心脏狂跳,想到江青刚刚说的话,强调,年年从小就是跟我睡的,没我,他睡不着,所以,晚上我和年年一起睡,年年下意识反驳, 妈咱们,男子汉大丈夫,我什么时候,我狠狠携他一眼,年年哆嗦一下,一个大转弯,什么时候,都是跟妈妈一起睡的,小狗仔,算你识相,江青把主卧让给我们,自己睡进了年年的儿童房,这么多房间不住,去住小孩的房间,幼稚,是幼稚,他顺手将包好的瞎扔到我碗里,睡年年房间, 睁眼就能想到自己有儿子了,我开心,我正要否认,就听年年小声问,妈咪,叔叔真的是我爸爸吗?脱口而出的话,瞬间卡住,从小我就跟年年说,爸爸工作很忙,没有时间陪我们,但他是很爱我们的,江青怎么说都是年年生父,万一哪一天他懂事了,还是想认这个爸爸,我不能剥夺他这个权利, 我不能因为自己稚气,一直强调江青不是他爸这件事,江青盯着我看,狭长的担缝眼里写满期待,可见我不说话,那曙光又暗了下去,低落什么呢? 当初,当初明明是他给了我我们走不下去的暗示,我也从未想过让他为难,第二天,江青不在,我正准备出门,转转顺便看看自己跑路的,可能就被张仪笑咪咪地堵了,回来, 软小姐,您真回来了,我还以为老板是骗我的,没想到孩子都这么大了,真是跟江总小时候一模一样,我,中午,张仪给我们做了饭,年年吃得开心,给出最高评价,张仪做饭好好吃啊,妈咪,跟我们幼儿园的食堂一样好吃,我嘴角一抽,张仪可是时心上万的粤菜大厨, 你这话千万别让他听见,当初我胃不好,吃张仪做的饭吃得最多,于是江青重金把人请回了家,最近我回来,他才重新上岗,江青深夜才回来,生过孩子后,我落下睡眠浅的毛病,所以卧室门被人打开时,我一下就听见了,该死,忘记锁门了,我提着呼吸装睡,感受到那人轻手轻脚地站在年年那边一会, 又站在了我的身边,过了很久,他还没走,舒然,江青蹲下,灼热地呼吸混着酒气靠近,他凑到我面前,在我唇上印下一个吻,我怒火中烧,睁开眼,仰手就准备揍过去,就被江青一下抓住了,干燥的手掌跟我食指向扣,眼睛适应了黑暗,他低笑着亲亲我的唇角,不装睡了,别把年年吵醒, 话音落下,又亲了几口,我不敢用力挣脱,咬牙切齿,你喝醉了,难闻死了,江青从前总是清冷金贵,从没这样随意地坐在地上,还拉着我的手蹭了蹭他的壶茶,嗯,准备什么时候告诉年年我是他爸,你不是,死了嘴都是硬的, 你托得了一时,托不了,一世,我是真生气了,你这样,不怕你夫人知道,我没结婚,你走得真彻底,完全不关注我,我一愣,可我走那天,明明是他未婚妻爷爷的寿宴,我改口, 你未婚妻,我没有未婚妻,怎么可能,你,江青看我,眼里都是细碎的深情,说不清是醉还是醒,我只有你,床动了,但江青没动,我顺着江青的视线,默默转身,发现一个小小的身影正踢着他的小被子慢慢挪动,空气安静了, 年年也发现了,他扭过头,看到我和江青都在盯着他看,无奈地叹口气,妈咪,我还是去我的房间睡,我不想成为你们腿中的一环,我,江青抓着我的手笑出声,笑得胸膛都震动了,我们回来一周,原本冷清的家里,张仪回来了,之前熟悉的保安回来了,还来了几个飞庸,每天都在聊八卦, 八卦的内容都跟江青有关,见我去倒水,在厨房的飞庸开始唠嗑,江总没有订婚,没有结婚,截身自好,这些年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专心搞事业,对对对,江总黄金单身汉,见我去浇花,保安冷冷的声音传来,你听说了吗?前不久,有个女明星故意暗示自己跟江总有关系,那女明星? 国民女神,你猜咱江总怎么处理的?怎么处理的?她连发三条声明撇清关系,让她别害她,满脸都写着,你别过来啊,江总,手难得,老婆孩子不在身边,也能管住自己,好男人啊,我,江青很忙, 但只要她有时间,就会在家陪我们,我不搭理她,她就陪年年,陪年年拼乐高,陪年年看星星,上百万的天文望远镜,说买就买,每个星系都能说出几句典故来,那都是我没能给年年的, 我是在跟江青恋爱后才知道,有竟然有乐高,这种玩具,大人小孩都喜欢,一套还死贵,更不懂什么天文知识,那是有钱人才有的兴趣爱好,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只有女孩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我自以为,我已经给了她我认知范围内最好的,可我的认知范围,就只有那么一点,我知道打破阶级,壁垒有多难,更知道接受自己生儿,平凡有多痛苦,其实我也挺有钱的,就是没有那么多,阮安年真的应该一直跟着我,而放弃尽在眼前的颇天富贵吗? 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江青时刻注意我,见我失落,她拉拉在看星星的年年,妈妈心情不太好,但她不想理我,你替我去轰轰她好不好,我一愣,就见年年向我冲过来,拉着我弯腰,嘴唇巴搭,亲到我的脸上,还在我耳边小声说,替爹地亲的,我拉着她的手钝住,江青自然没听见这句话的, 她只是站在不远处,看向我和年年,仿佛我们就是她的全世界,我心事重重,我半夜起床,我是个小说作者,存稿快发霉了,再不写,我就会被追杀,我戴上银丝眼镜,坐在把台前悄悄打打,江青也出来了, 手里的平板电脑上是密密麻麻的表格,鼻梁上也是一副银丝眼镜,还没休息,我不想理她,踢里啪啦敲键盘,有事,忙什么,没忙什么,江青喝了口水,非要跟我搭话,你没忙你怎么养孩子,一张卡都没拿,拿了你妈的卡, 然后没花,也不是不花,而是暂时不需要那么多钱,如果哪天遇到什么急事,我肯定花得毫不犹豫,江青没凑上钱来看,又问,忙什么,我不理她,江青笑了,呵,不说是吧,她打开手机,换了口拨音枪, 一字一顿,巨星闪耀霸总娇妻很磨人,追爱总裁的九十九次淘妻,穿进娃踪影后,再献杀疯了,我手指僵住,脸瞬间爆红,T&B这是老娘写的羞耻网文啊,江青,我恼羞成怒,蹦蹦跳跳去抢她的手机,江青笑得眼都弯了,手机没抢到,我一下扑到她的怀里,江青顺势, 是搂住我的腰,手臂沽得很紧,不让我动,淡淡的男士血松香,熏得我鼻腔泛酸,也不是,没想念过这个怀抱,她抱住我,灼热地呼吸喷洒在耳后,我抬头怒视,你放开我,江青挑眉,别撒娇,我怒了,你放不放,你亲一下就放,你放开你放开,江青被我逗笑,胸口都在颤,你太渴, 我爱了,我不放,我要气哭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她以前也会哄我,但总端着,反正没有这么二皮脸,写得很好,害羞什么? 江青低沉的声音响起,这本写得最好,与你有关那些年,听见这个相对正常的书名,我停住,不动了,江青轻声问,圆形,是我们吗? 你说是,你想知道的,我就都告诉你,别墅的窗子没关,剩下,风吹来满园花香,气味拉扯着记忆,我恍惚间好像回到很多年以前,认识江青,是在八年前,我生在广市以晾晒海带卫生的小县城,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其实我的名字不叫软瑶,而是软腰,腰折的腰,而在我后一年出生的弟弟,他的名字叫软宗耀,光宗耀祖的宗耀,我是无意中厅村里的碎嘴提到名字的含义的,我那时候不明白,明明是亲生父母,为什么他们那么恨我? 后来才发现,愚昧是原罪,腰眉,引地,探地,忘丁,女孩生来,就被父母打上工具般的烙印,我从小就能感受到父母的厌气与偏心,我从未买过新衣服,都是我妈的衣服穿坏后改给我,上面的补丁,打了又打,弟弟却能每个季节都买新衣服,父母在工厂工作,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不到两千块, 给弟弟买三四百一双的鞋子,从不手软,我却连冬天都在穿凉鞋,手脚升满洞窗,弟弟吃着炸鸡,满嘴流油,我只有青粥小菜,偶尔馋急了,偷偷扯一块鸡皮还会被骂不要脸,他们说女孩胖了没人要,养起来也是个赔钱货,在我们那个乡镇小学,受期待的女孩并不多。 他们似乎也逐渐接受自己的命运,认为书不用念太多,反正到了年龄,就会结婚,人生就在这小小的一片土地,再无其他可能,但也有人不愿意放弃, 我从小就有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向上走,走出去,偌大的世界,总不该只有被代价而沽,结婚生子这一条路可走。 后来,我无意中看到一句话,成为小说作者的第一步是什么,是要有不完美的原生家庭。 初中时,我无意中看完了几本小说,就有了想要提笔写出一个故事的想法。 我把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经历,我的理想,全都写进了日记本里,我想成为一个作家。 后来,我的日记本被老师发现了。 周老师没收我的日记本后,将我叫去办公室。 我是有点害怕的,日记本里写满了我无法素知于口的秘密,和那时看起来羞于世人的天马行空的梦想,紧张忐忑却很快在他温和的笑容下化解。 他将本子递还给我,那节课是物理课,你不应该在课上做别的事。 他停顿一下,笑道,老师就看了一页,写得很好,很有天赋,答应老师,下次阅读课上再写。 好不好?我很惊讶,猛地抬头对上他的眼睛。 周老师年龄同我妈妈一般大,可与我妈妈平时看我的眼神不同。 她看向我时,眼底的纹路都是温柔的,眼底一热,我用力点点头。 我一直以为只要我足够努力,就能逐渐摆脱困境,直到有一天。 我听到父母在跟隔壁张仪说话,张仪说,九年义务教育结束,你们就尽了做父母的心了。 女孩念点书,是为了以后能教儿子。 女孩终究不是自家人,早点让她进场赚钱帮衬宗药才是正道。 这么大了,不赚钱还花钱?谁家闺女家这么养? 妖妖看着漂亮,眼馋的不少,到时候多要点彩礼,以后也好给宗药娶媳妇。 妖妖嫁过去心定下来生个娃伺候着自己男人把日子过好。 人这一生不就这样?到时候宗药媳妇给你们生个大胖孙子,你们就等着享福吧。 外面欢声笑语,我第一次看妈妈笑得这么开心,她对张仪口中的生活充满憧憬。 可我站在脏兮兮的窄窗后,只觉得手脚发凉。 原来即便我现在成绩这样好,高中,爸妈也不想让我上学了。 我知道那些早早不念书的女孩是什么样的,她们早早地嫁人、生子、肚子上的妊娠文能成为我午夜梦回的噩梦。 家里丈夫手脚勤快地还算幸运,不心疼人的,回来往床上一摊,就等着人来伺候。 女孩们有的还不到二十岁,背上绑着一个只会哭的奶娃娃,手里在锅碗瓢盆前熟练作业,身后的男人嫌你手脚不麻利,一边玩着棋牌游戏,一边从身后踹你一脚,想再赶一头驴,更有甚者。 第一胎生了女儿,月子还没出,又接着怀了孕,要生出个儿子来,而女儿多半起个鱼,地,有关的名字。 潦草又可悲,长大了继续重复母亲的一生,我听见了父母的计划,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假装不知道,发了疯一般地学习,家务活沉默地做,平时本就不多地生活费, 也被我生生又攒出一些来,想要付高中的学费,谁知道我有多羡慕阮宗药,又多憎恨他明明有可以念书的机会,却依旧选择虚度时光。 捧着家里唯一一部智能手机,玩得不亦乐乎,中考完,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市里的高中。 十五年来,我第一次坠坠不安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对家里提出了要求,我穿着卡尖不合身的短袖,站在沉默的父母面前,轻声开口。 爸妈,我想念书,他们坐在马扎上,低着头部说话,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我爸,他把卷烟往地上一扔,学习学得心野了,你想念书就能念,家里哪有钱给你念书? 料到这场谈判的结果,可还是忍不住,委屈,眼泪在打转,我大声问,怎么没有钱,终要吃炸鸡就有钱,终要出去玩就有钱,终要干什么都有钱。 为什么连念书的钱都不给我?阮终要已经二百斤了,他在一边骂骂咧咧地玩游戏,听到我这话用力一摔垫在手底下的书,臭婊子,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见不得我好是不是,他随手垫在手底下为了玩游戏衬手的书,却能垫起我的人生,我爸也气得喘如牛,你个死丫头,不带把的赔钱货,你敢跟宗药比,你跟宗药怎么比,要是没有宗药,你就让我们老软家段子绝孙了你知不知道,他一边嘶吼,一边撕了我的通知书,我要去夺,被狠狠甩在地上,我妈沉默不语,去 一边做饭了,他早早买好了排骨,因为阮宗药要吃红烧排骨,阮宗药动也没动,却已经是赢家,他朝我催了一口,无人制止,那一瞬间,他们掐灭了我最后的西记,摔在地上的擦伤没有处理,深夜还是火辣辣的疼,我躺在床上流泪, 为了不发出声音,死死咬住了自己的手腕,夜那么黑,乡村的夜里更黑,像是没有一点光,不久后,中考状元放弃读高中的消息在学校里传开,大家听了,都也只是纷纷叹了口气,哎,女孩吗?女娃子?没办法,志向短, 如果女孩不出生,没人知道,她们是如何被扼杀,只会毫不在意地说,是她们自己志向短,留言传开没几天,周老师找上了我,他拉着我在办公室坐下,看我半晌才开口,软腰,老师说过,你很有天赋,故事写得很好,但,写作需要体验,需要阅历,老师看的那一页纸上, 你写你以后想要当一个作家,当作家,怎么能不继续念书呢?憋在胸口的委屈瞬间倾泻,我呜咽着,说不出话,有时候刺痛你的往往不是当下的痛楚与现实,而是你曾经真的以为,你能成为你想象中的那种人,不是我不想上学,是我不能上,通知书是我爸爸撕的,他不让我上学,我崩溃大哭,轻轻拽着周老师, 周老师的衣角,老师,我为什么不能上学呢?就因为我是个女孩吗?女孩就不能念书吗?女孩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吗?周老师眸光,微动,给了我一个拥抱,我以为这个拥抱就是结局,我甚至已经在想,如果非要进场,如果一定要嫁人,生子, 我应该怎么从中挣扎出来?我能挣扎出来吗?可我没想到,周老师来到了我家,他拿着一个信封,放到我爸妈面前,这里面是一万块钱,我愣住,我爸妈也愣住,这是他们半年多的工资,因为软宗要吃吃喝喝,他们几年都攒不下,半晌 我妈,我妈,那那开口,老师,这是周老师笑着拉着我的手,软腰中考第一名,为学校争光,这是市里高中拿来的奖学金,就第一名才有呢? 那边说了,软腰这孩子,如果能去,学杂费全免,我从没听说过这件事,也已经不是不懂事的年纪,几乎瞬间,我就回过神来,这钱,是周老师给的,我爸看了一眼钱,又看了一眼周老师,上学,还能赚钱呢?周老师摇头,一般人不能,学习特别好的,才能,软腰等以后上了大学, 还有奖学金,助学金,家里困难,也能申请助学贷款毕业之后还,这些都是不用家里添钱的,夭夭是个好苗子,她这样的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出息大着呢?我听说你们现在就在给她说没了,咱这小地方,彩礼能给多少钱,以后夭夭能赚多少?你们一家人还算不出这个账吗?周老师声音柔和, 却坚定不移地站在我的身前,而我只能望着她开线的衣服,速速落泪,那天的记忆总是出现在我脑海中,我记得我爸松了口,记得我妈匆匆拿过钱去吐出唾液一张一张点过,记得后来我送周老师出去,她拉着我走到门口,见后面没人跟上来,才偷偷递给我一张卡, 哭什么?不准哭,你只管好好学习,大胆往前走,老师跟自己家里人商量了,你到大学的钱我们替你拿,就当是借你,未来是要还的,懂了吗?我太想念书了。 捏着银行卡一边掉泪,一边点头,懂,周老师唇边挂着温柔的笑,摸了摸我的头,前面是灯光点点,背后是掌业无边,我处在光与影的分界线,嚎啕大哭,暗暗下定决心,绝对不能辜负,高中的生活更辛苦。 可好的一点是,我选择了住校,可以不用做那些家务,农活,不用面对那三张脸,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平时,我发分念书,假期,我努力打工,周老师会定时往那张卡里赚钱,见我花得少还打过电话来嘱咐,让我不用这么节约,该买该用的不必节省。 我知道,周老师家里还有个念大学的儿子,他的丈夫也是一名教师,两个人在乡镇教书,工资本就不高,能上高中我已是感激不尽,我哪里舍得再多花钱,高中不只是乡镇上的人,也有很多城里的小姑娘,他们脸上都是懵懂雨昭气,我只有看见他们的时候,才知道,少年不知愁滋味,这句话,是真实存在的。 在他们都在遍着法地想怎么才能不穿校服裤,哪家的衣服好看,哪家奶茶好喝的时候,我正到处想办法去打印大城市的测试卷,啃着干巴巴的馒头念书,恨不得把眼前的书也一并啃下去,实在累了,就将脑海中添马行空的念头,一笔一笔写进日记本里, 那是苦涩生活中的回甘,记录着我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与期待,那是我格格不入的三年,是没有朋友,深受排挤的三年,是也有过少年懵懂悸动,却又狠狠遏制住自己的三年,学习得很苦,可有生活苦吗? 我想到那个昏暗的家,想到自己鼻软踪药,小一半的小屋子,想到他满面油光啃着零食,骂骂咧咧打游戏的样子,那些负面的,恐怖的,我不愿面对的,也鞭策着我,嘶吼着向前推我,告诉我,别回头啊,三年匆匆而过。 高考完那天,我才发现,树叶都绿了,成绿,高中里普普通通绿树成印的街道,也是我三年来未曾有时间好好看过的美景,我迎着夕阳,在格格不入的人群中落下眼泪,周老师站在学校东门口,远远冲我挥手,我冲过去,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拥抱,高考成绩很快就下来了,我考了688分, 文科的688分啊,是我不敢想的分数,我第一时间去跟周老师报喜,气不成声,而那时候,高二的软棕药已经220多斤,每天都躺在床上打游戏,床单是黑油油的颜色,衣服上也是零食和油炸食品蹭上的,洗不去的油污,他不知道多少天没洗澡,我妈尚赶着去伺候,也只换来他一句。 爱眼,我想不通为什么即便如此,弟弟却还是他们的宝贝,而我这么努力,他们却完全不看在眼里,我报了港大,与广市一江之隔,市里,村里都来人,贺喜, 也有本地的企业家为了争夺来采访我的镜头,纷纷送上以自己企业命名的奖学金,这些都进了父母的口袋,他们开心地合不拢嘴,到处吹嘘自己当初让我继续读书,这个决定是多么正确。 我也毫不意外,开学前夕,周老师请我吃饭,他柔和如初,不停给我夹菜,头上根根银丝,看得我心底酸涩。 我犹豫半晌,小声叫,周妈妈,周老师手一顿,灯光下,他盯着我看,眼眶中分明也湿润了。 我又重复,这次声音提高了不少,周妈妈,哎,周老师答应着,父母不知道从哪听来的,说我读书,读也了,未来一定顾不上家里。 他们耳提面命,让我上学后每年往家里拿一万块,否则,他们会去闹,让我的同学都知道我是个不顾父母狼心狗肺的人,弟弟在一边笑得得意,我只是冷声答应。 知道了,还不是时候,我还不够强大,早晚,我会挣脱原生家庭的简,化成蝶,我被港大中文系录取,大一时,我申请了助学贷款。 这一年,我除了埋头学习,不断兼职,为了拿到更高的奖学金,学校能加学分又不太占用时间的活动,都有我的身影。 比如,校园歌手大赛,我有点烟嗓,唱歌算有天赋,尤其乐语歌。 高中时,音乐老师见我沉闷,喊我起来唱过,还开玩笑,说我是小蔚兰。 可私下练习很久,临近比赛,我才发现,大学,尤其是排名靠前的大学,很多比赛不仅仅是比赛,更是少年迈入社会最开始的社交场。 有不少荣誉校友来颁奖,多半是知名企业高管,官二代,富二代,参赛学生都用尽浑身解数,穿上全部家当,倒不是我虚荣。 可那时的我,连身得体的衣裙都没有。 为了参加比赛,我去租了一件裙子,租医店里最便宜的一条,有些不合身,比赛那天是平安夜,商超,店铺都换上圣诞装扮,教学楼里还有一棵巨大的圣诞树。 从外面回来到后台,我天马行空地想,都说圣诞老爷爷拉雪橇,可我还没见过雪,我就是在这天,第一次遇见江亲,我在倒数第二个上台,没有选乐语歌,而是选了五月天的人生海海,那段时间很喜欢听这首歌,旋律中有海浪与自由的感觉。 自我介绍时,我几乎第一眼就被江亲吸引。 天下的灯光为手机的闪光灯提供了出场机会,台下挥舞,星星点点的人越来越多,恍若置身银河,可曲目就要结束时,借来的衣服掉了链子,我清楚听到,背后拉链舒然,滑开的声音,很羞愧。 那瞬间我只想到一件事,就是,希望只是拉链开了,而裙子没坏,不然我要赔钱的,但临场反应也没败练,下一瞬间,我即刻反应,散下了固定好的头发,遮住了背后的狼狈,长发如铺,发丝撩出弧度的瞬间,台下被口哨声点燃。 我微喘着退场,焦急地想要处理拉链,却悲哀地发现拉链好像真的坏掉了,外面开始统计,分数,显然,我没有时间再换衣服,正准备理理头发再劳烦他遮一遮,就望箭台下那气质冷然的人。 此刻正站在试衣间门口,脚步微顿,不知该如何称呼,我正准备开口,就见他长腿一脉,将他的西装外套披在我身上,血松香混合着很淡的烟草味,这是我第一次这样近地感受到来自异性的气息,脸上瞬间发烫,我下意识想拒绝,谢谢但是,将亲哑声。 穿着,我微微抿唇,将原本里面裙子上的腰带解下来,从外面给西装束腰,又利落地挽起袖口,让他瞧着只是件大一点的女士西装的样子,挽起笑看他,谢了,可活动结束后,他就离开了,我知道他的名字,身份,可这也没什么用,只能让我清醒地知道自己联系不上他,脑海中总是闪过那天晚上的场景, 我反复地想,将亲是怎么看到的,明明应该没人发现,于是我去干洗了那件高定,放在衣柜最里侧,没有办法将它还给他的主人,只好委屈他先在这里,我看了很多很多书,开始认真构思,一本小说,也在网站有了最初的一小批读者,那时,稿费虽然不多,对我却也是鼓励, 我开始计划着,或许真的有一天,我不用去外面兼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热爱的事情上,我算过账,高中三年,加上最初拿给父母的钱,周老师非要塞给我的大学学费,我总共欠周老师将近四万,第一年,我就还了一万,周老师怕我吃苦, 言辞恳切,教我别太着急,大学生活很美好,他不希望我脚步快地来不及看沿途风景,而我父母在拿到钱后,却只是冷着脸,一副,这是我该他们的样子,即便如此,忙碌又充实的,每一天,我仿佛真的在苟且的生活中,窥见了一丝曙光,可就在,我大二那年冬天,掏空家底上民办大学的软宗药, 为给游戏充值网贷,欠了整整十万,催收公司报了软宗药的通讯录,他们找到家里,狠声,威胁,软加成了那个月家家户户茶余饭后的谈资,我接到电话时,是个深夜,刚从打工的奶茶店出来,虽然,港城冬天并不像北方那样,寒冷,但我在听到我妈声音的那一刻,依旧觉得从胸口冷到了指尖, 造孽呀,造孽哟,妇女在那边哭天呛地,妈,我没钱,我每年给你们一万,这已经是我努力,挤出时间,赚的所有的钱了,我还要生活,我还要念书,风吹出我的眼泪,我为了攒钱,每天都花不到七块。 我被打断了,我们不管,你那个老师说了,上大学不是国家给钱,出去念书心,也念也了是吧,有钱不想给家里了,怪不得说,女孩是养不熟的白眼狼,谁知道,你安得什么心,你要逼死,我们是不是,你想逼死我和你爸。 我想说的话,戛然而止,多可笑,这么多年还没看清,竟然还鬼迷心窍,还企图让他们可怜我,你等着,你如果不给钱,我就让你弟去曝光你,你别忘了,你弟弟现在很会上网,你弟弟曝光还不够, 我还去躺在你们学校门口,我看你丢不丢得起,这个人,你不给钱,我们就去找你那个老师,要,不行,我声音尖锐,我妈却像找准了,软肋,那你就快把钱打给我们。 那是我记忆中最忙碌的冬天,原本我的兼职,时间都安排在周末,可如今,我走投无路,开始翘课,白天去西餐厅做服务员,晚上去当家教,做玩家教时间还早,就去酒吧唱歌,回到学校怕影响设有休息,还要在被窝里用手机更新第二天要发的小说章节, 我就是在这时候再次遇见江亲,他约了人来我兼职的西餐厅谈试,同事临临替他点晚餐,很兴奋地拉我说了两句悄悄话,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江亲本人,之前就在财经杂志看到过,早在那次之后,我就留意过江亲的背景,排名前几的港商,大家族,家族产业横跨医疗,房产,轮渡, 商超,物流,文娱,祖辈上是粤港商行的领头人,特殊时期给国家捐过款的,就是江亲父亲这一代花边新闻很多,江亲是江家三儿子,也是正妻唯一的儿子,十分受宠,之所以说是正妻,是因为底下还有六个姨态,早就忍不住看,怕太突兀,看林林在看,我才顺着他的视线,仔细打量。 侧后方的轮廓清俊,瞧着就是精英人士的打扮,皮肤是健康的白,定制西装随意搭靠在椅背上,手腕衬衣一丝不苟地挽起,手臂肌肉线条流畅,腕上据说是一块几百万的手表。 我到后来才记住那块表的品牌叫爱比,他瞧着松弛又正经,同其他人中间像是隔着飘渺烟雾,冷冷清清的,跟印象中总在互联网上出没的富二代气质大有不同,没有刻板印象中的讲究。 他像是找人谈事又赶时间,抱舔天物般的狼吞虎咽了一盘黑松鹿牛排,临走时,他去结账,我与他擦肩而过,他并没有多给我一个眼神,这只是一次很普通的擦肩而过,不成想不出,半天,我又见到了他。 白天,我穿着玉贴的白衬衣,画着清淡体面低,妆容在西餐厅打工,晚上,我就已经穿好小皮衣,化着烟熏装,在酒吧的舞台上唱歌,我唱前半场,过了零点,这个,台子上就要跳钢管舞了。 酒吧灯光迷迷,是让人设计过,最容易教人醉,也最容易教人暧昧的光线,将亲坐在最中间的卡座,五官轮廓,清俊深邃。 狭长的丹凤眼,前窄后宽扇形打开,往下是一双漆黑疏离的毛子,我们对视几次,他唇边咬着一支没有点燃的女士烟,他旁边坐着的人,我也看清了,是白天跟他谈事的人, 其余几个,瞧着也是气质不凡,非富即贵,那晚,我唱了蔚蓝的歌,天敌,艳伤,一格格,我有点烟嗓,很适合唱粤语歌,但最后,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唱了一首《人生海海》,我觉察到将亲疏然,抬头,盯着我看,那晚,他没请我去他的卡座前,却请我喝了一杯酒,连续一段时间,他每天都来, 每天都请我喝一杯酒,后半夜,场子热了起来,港城的夜生活似乎才刚刚开始,我卸完庄,在后台接到了酒吧二老板秦司弟过来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他涂着红唇,手里夹着烟瞧我,语气不及不徐,将少爷找你,二十万,我也不是第一天在这唱歌, 一下就明白过他的意思,这二十万令我有些萌,还有些羞耻,毕竟我只是不知为何想要让他记起我这个人,自己都没想通原因,但绝对不是想发展这种关系,我叹口气,深觉自己不对劲,谢谢但思姐,算了,秦司略一挑眉,并不意外,没事摇摇, 别太放心上,他们那群人拎得轻,不强人所难的,上大学后,我对外称,自己叫软摇,这也是周老师改的,他说,摇字,曲自北斗第七星摇光,有玉光,白光之意,隐身为光明,他愿我前路也能光明美好,夜色如墨,琴丝还是又开口,将亲本人不爱玩,长得也好,你不吃亏, 他随手能给的都可能是你这辈子再努力都得不到的,一个人最后能走到哪一步是努力和运气的总和,这个世界上潜规则多得很,大家说是都看不上这些,但机会要真轮到自己手里,有几个人能继续高尚,这可能就是你的运气,你真不要,秦司15岁出来混社会,现在他34岁,摸爬滚打, 二十年,朋友三教九流,我听过不少他的故事,也明白他这句话并非没有道理,但还是,算了,我那时深谙一个道理,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价码,于是我笑答, 思姐,有些东西,来了,我也未必接得稳啊,秦司深深看我一眼,红唇,微起,抽完一支烟,没再说话,我本以为拒绝后,这件事便不会有什么后续,可是就在这时,周老师生病了,肺癌,接到顾超的电话时,我正匆匆从餐馆出来,往家教的学生家里赶, 他是周老师的儿子,大我几岁,今年刚大学毕业迈入社会,暑假时还听周老师说,他考到了市政府,工作稳定下来了,那会周老师眼里都是欣慰,多年期待,一朝落定, 我念了这么好的大学,顾超也有了工作,他总算可以安心等退休了,可他,怎么就生了病,顾超语气为难,当初妈妈愿意拉你一把,我们一家也都是同意支持的,但是现在他生病了,我本来就没多少积蓄, 我爸身体也不好,高血压,常年用药,我打电话来,是有个不情之请,之前妈妈借给你的钱,能不能还给我们,也不着急,我现在还能顶一阵,就是先来跟你说,这件事,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苦笑,软瑶,我原本没脸开这个口,我妈也不让,但家里走投无路,我爸在计划卖房子, 脸上像被狠狠甩了一巴掌,火辣辣的疼,嘴唇吸动,我感受到眼眶汹涌而出的热议,说出口的话却冷静到极点,周老师,没事吧,现在还算稳定,之后可能要去省里继续接受治疗,还差多少钱,他语气为难,能报销一些,但是需要垫付,手术费用还好,后续治疗,我们也在想办法, 你这边,好,我轻声安抚,你别担心,我来想办法,我没听清他后面的话,入夜,我如常去酒吧唱歌,消失了大半个月的江亲,又来了,我又一次,唱了人声海海,从前没有缘由,这次,却有了目的,江亲听见旋律,同别人说话的动作,停下来,眼神会暗不明地看向台上的我, 我下台后,外面变得好热闹,热闹得不像在午夜,我第一次来不及卸妆,取了早已放在更衣式的西装,冲了出去,江亲已经不在位置上了,他走不太远,我没停留,在人潮中往外走,寒冷的冬,额头都渗出汗意,终于, 我在酒吧外的路灯旁,看见江亲在接电话,手里捏着一支没点燃的烟,眉眼冷翘,可昏黄温暖的路灯,又趁得他没有那么触不可及,我停下脚步,隔着不远的距离,站在他的余光里,江亲挂断电话,下意识看向我,要点烟的手一顿,我深呼吸,走上前,鼓起勇气,江总,外套,还给你, 他看了眼西装,又饶有兴致地看了眼我,声音低沉雌性,问了句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话,改主意了,心乱如麻,没有再打退堂鼓,下一秒,他接过西装,再次披在我的身上,这件在我衣柜里戴了很久很久,已经没了他原主人气息的衣服,可现在好像又有了第一次时的浅淡男士香水味,江亲声音含笑, 外套都没来得及穿,这么着急做什么,酒还没请你喝,我又跑不了,我上了江亲的麦巴赫,已是午夜,夜黑如墨,目的地是一处高档酒店的顶层,一夜万元的酒店, 电梯中都金光闪闪,亮得我无所遁形,顶层环形设计,只有两间房,各自占据半壁江山,浴室干十分离坐得很好,我洗完澡出来,没有暧昧的热气阴晕,江亲醒了一瓶红酒, 他穿着一身休闲款式的黑色丝织衬衣西装裤,向我抬手,我顺从地过去,地毯软得像在梦里,浴袍底下空空如也,江亲那年二十六岁,他将我抱在腿上,灼热明显,我不敢动,江亲还在笑,声音不疾不徐, 直入主题,跟我在一起,恰好我不知道怎么写有钱人,就当是为之后积累素材了,我深吸一口气,好,没关系,这是一次偶然脱轨,床褥干燥,房间里是高档的香薰味,很快这香味变得不那么干净,沾染了别的味道,一次,江亲给我开了一张五十万的支票,我拖着酸痛的身体去银行, 给我妈赚了一万,又给周老师赚了十万,给家里钱,要把握好节奏,既能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又要告诉他们这钱来之不易,顾超吓了一跳,当即给我打过电话来,我骗他港城这边有政策,我是去贷的款,我走了很久的路,挂掉了我妈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们剩下的钱我会再想办法, 中环的鸽子在温度骤降后,不知道去了呢,我第一次奢侈地打车去了慈善寺,76米的纯白观音像悲悯扶手,俯瞰人间,眼眸半合,二分观世间,八分观自在,世间热闹,茫茫人海,那是向来目标明确的我,第一次感到空洞与迷茫,江亲最初跟我在一起时,像在养宠物, 我们见面的次数算得上频繁,一周能有两三次,他很喜欢给我买衣服,买包,把我装扮成他喜欢的样子,再带我出去见人 我知道的奢侈品牌不多,只是兼职时耳濡目染过一些,知道有的包甚至几十上百万还在妇人圈子里一包,难求,令我择舌,他喜欢看我青涩惊讶的样子,床上也一样 被入巢诗,我很喜欢跟他做这件事,脱轨那天我没想到,脱轨也会上瘾,我被他弄得带了哭腔,关灯,江亲却沙哑着声音,在我耳边低笑,很好看,摇摇,他才好看 我迷蒙地看眼前的人,一张脸不用说,是网传港城富二代圈子女孩们最想嫁的男人 我还能见到他常年健身,肌肉分布漂亮的身体,不像我,是瘦弱,营养不良的白 手上还有一层不好看的洞窗疤痕鱼茧 回想起来,总感觉占便宜的是我,我并不热衷奢侈品,也很明白那不是我的能力可以拥有的东西 只知道,贵,从不敢带到学校,还好我本就不合群,还经常做兼职 每回从江亲那回来前都会换回自己的衣服,可总有意外 有一回,是江亲送我过来的,他按我的要求在距离学校有点距离的地方停车 我总不好当着他的面换衣服,他不承认也不否认,这会却在哪瞧 我这么见不得人,没有,那接个稳再走,明明更亲密的事都做过 我却被这句话惹得红了脸,飞快凑上前去给人交代 在江亲的笑声中匆匆下车,到教室时时间还早 下午第一节总是困,大家都慢吞吞的,有些惺忪 设有悠悠见到我瞬间飞了瞌睡,拉了拉身侧的富二代下小 眼神像他光,一样上下扫拾我的穿着 这衣服真的假的呀,妈咪最新款,我装傻,什么 妈咪,悠悠又看了会,不耐烦地择了声 眼神又恢复从前的轻蔑,想你也没钱买这个 算了,但是你这在哪买的,仿得还挺,我没接话 抬眸,恰好撞上下小意味深长的视线 下课,我回溯摄取资料,只有下小在 他敷着面膜,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 昨天晚上的人就是你,对吧?我一正 从一辆黑色麦巴赫下来,去了育园的顶级包厢 将亲带你去的电梯是BIT专用通道 只能上88层,我手里动作不停 声音很轻,你认错了,下小冷亨 认没认错你自己心里清楚 别当自己能贪高知 他那样的家庭也就是跟你玩玩 他转身坐下,电视剧放得很大声 我抱着找好的资料 默默叹了口气,我长相不错 成绩长年前三,去年还拿到了最高额的奖学金 还为了学分,经常参加活动 于是我在大一的学弟学妹眼里 也莫名成了风云人物 下小掌香漂亮,家是好,成绩一般 但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宿舍 很容易陷入别人有意无意的比较中 我生活环境使然 又一位写作擅长观察人 能敏感地察觉到下小一直以来对我的敌意 以前,他的敌意能在看到我穿着破旧辛苦肩之后被化解 但这次,我敏感地察觉到下小情绪不太对 却也没多想,谁知不出两天 校园论坛上就报了一条帖子 帖子写中文系某软性经常兼职的学霸被包养 上面挂了好几条被我被偷拍的照片 虽然脸都不清楚 但轮廓明显 当天的衣服细节比对也被细心地放了上去 下面回复并不好听 寒门难出贵子 说得多么励志 还不是敌不过现实的诱惑 能不能别给女性抹黑了 我真的服了 早就注意到他了 晚了一步了 什么时候土豪不要了 记得来找哥 哥给钱就是想试试 楼上别太脏了 好歹你也是高校学生 脏还是卖得脏 不会是个土肥员吧 这解释怎么吃得下的 最初我没在意 不成想愈演愈烈 激烈到我到教室 众人说话的声音都会消音 我开始坐立不安 我的羞耻心已经没有中学时那么重 可心底沉甸甸的感觉 却依旧无法忽视 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走出贫瘠的小镇 走到光亮的学堂 我好像为我的人生蒙羞了 我想告诉辅导员这件事 却发觉自己并没有立场 帖子上说的话 又有什么不对呢 倒是他来找我谈话 软瑶 你的家庭情况我清楚 你成绩很好 也很努力 这个时代 老师没办法给你灌 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地读鸡汤 但你要考虑对学校的影响 我强忍着没让眼里的泪流出来 我还没有这样甜不知耻 一边真的享受了便利 一边还要哭着说自己命苦 可我没想到 江青知道了这件事 彼时帖子已经被删除 有一些截图的热度只增不减 他能注意 还是因为营销号 虽然帖子上没有江青的照片 但其中一辆车是江家的 江青包扬港大女学生的 言论小范围的传播开 被江是舆情监控的人看到了 他捏捏我腰间的肉 语气不怎么认真 你就是因为这个心情不好 没有 他清神 我当是什么事 这话云淡风轻 我却说不出的难过 谁知不出一周 江青出现在了我们学校 江是每年都有奖学金名额 这次来参加授予仪式的是江青本人 活动后台 他站在导员对面 旁边还有几个学生 夏小是活动主持人 所以也在列 身上穿着高定丸礼服 看向江青的眼神充满崇拜 可下一秒 他嘴角的笑就垮了 江青同父院长说完话 像不远处的我招手 阮瑶 来 我迟疑一下 还是过去 江青拉了下我的手 微笑 刘院长 阮瑶是我女朋友 你们校内论坛 把我们的关系说成包养 是不是太难听了 他不追究 我却见不得 现在还有些没删干净的帖子 如果学校不处理 我就请江家的律师来解决问题 我江柱 不敢置信地看他 却只见这人侧脸带笑 校医不达 眼底 又是一年冬 校园里路灯很亮 树叶尚未落尽 被寒风吹得消索 周围都是来来往往的学生 江青自己开车来的 校内不能行车 他停在边缘县外 于是便牵着我的手 放到他的大衣口袋里 不乏不疾不虚地往那边走 还没歇夜的甜品店里 飘来甜腻的奶油味 我瞧着上面的装饰猛然回神 又快到平安夜了 江青脚不停下 让我面向他 又牵住我另一只手 语气疑惑 怎么这么凉 路灯在他侧面头下剪影 男人眼眸垂着 帮我暖手的动作自然极了 像是校园里许许多多普通情侣 可他是江青 我被这一幕激得眼眶一红 从小到大 没有一个人问过我 冷不冷 手怎么这么凉 半年后 我住进了江青的别墅 树木抽绿 寸土寸金的别墅区 里种了不少绣球花 风吹时涟漪温柔 我住进来的原因很简单 我从小营养不良 后来上课 兼职忙 吃饭也不注意 落下很严重的胃病 忙起来时反倒能挨过去 不知是不是跟江青在一起 后过得好 身体也养出了娇气的毛病 那天跟江青去酒店过夜 我突然胃疼 江青睡眠前 他很快就觉察到我的不安稳 将我捞到怀里才发现 我出了一身冷汗 床头的小夜灯被打开 江青声音听不出 喜怒 软摇 起床 我挣扎着睁开眼 看见一张黑了的脸 酒店里没有喂药 他请人去买 又请厨房煮了面 酒店有开放式厨房和餐厅 江青双手还胸 冷冷盯着我吃下一碗面 我不知为何有些心虚 也觉察出江青的不高兴来 将晚放进水池 我戳戳他的胳膊 江青 江青不理我 我又戳戳 继续叫 江青 江青 哼 我没辙了 直接坐在他的腿上 即便坐着他 却还是高我不少 垂眸低看我 皮肤好的像上好的瓷器 我祈求地看他 又晃晃他的手臂 很少撒娇 做得很是不熟练 但好像对他有用 他无奈 还知道 有我这个人 不舒服的时候 怎么想不起来 没想不起来 我说 就是怕吵到你休息 你白天很忙 江青 看我一会 直接下了结论 麻烦 下次回家 家里东西 全 也有家庭医生 经常胃疼 我默默点头 成了 我这段时间正好在面试阿姨 你帮我去尝尝哪个更好吃 好好养养 胃疼没小事 你别就想着 现在年轻不在乎 怎么这么唠叨 江青被我气笑 还是第一次有人嫌我话多 于是我就住进了江青家 张仪也被他招 进来 江青给我下通牒 按时吃饭 没课就过来 这件事让他不少朋友都大跌眼镜 毕竟江青没带人回过家 更遑论 还是一个家境差到极点的女大学生 她家就像私人领币 我在里面局促 却也自在 小时候手上的洞窗与茧 也逐渐淡化 手却依旧粗糙 在灯光下格外明显 我养成了图护手霜的习惯 他没办法忍受自己的人去做服务员 更别说去酒吧唱歌 于是我就辞了这些兼职 服务员与唱歌本就是为了赚钱的无意义劳动 这恰好给我创造了更多时间去写小说 去读几本早就想读的书 我像是终于有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即便这空闲得来并不磊落 也由此 我更近距离地看到了江青的生活 我开始慢慢了解她 她大学就在塞上发过论文 后来更是去国外高校进修MBA 金融管理一条龙 钢琴会弹一点 小提琴会拉一点 舞会跳一点 音乐懂一点 电影也懂一点 问起话剧音乐剧 也是都懂一点 她还会多少东西 我也不知道 只看出她这一条路走得简单又明确 纯粹的精英教育 早就知道她现在在江市担任总经理 却也刚了解 上千人的产品线 她处理得有条不紊 能力可见一般 我帮不了她什么 她也不需要帮 有回她喝醉酒 整个人像只慵懒的大猫窝在沙发上 难得瞧着好欺负 我按张仪之前的方法给她熬了点粥 胆子也大起来 为什么把我带回家 江青给的答案敷衍又真诚 见色起意 看着河眼 觉得好奇 跟着省心 你知不知道色字头上一把刀 多少人的事坏在枕边人的身上 你知道我不会坏事 瞧着不太聪明 就爱图个安稳 我叫她起来喝粥 她妈撒着瓷白的勺子 笑着看我的碗 你的粥怎么跟我的不一样 我的里面放了些瞎人 我叹气 刚刚太困望了 准备到一半才想起来 你海鲜过敏 瞎人都加进去了 我就又做了一份 江青眼睛很亮 大灯没开 就开了这一余的灯 又怕白光让人清醒 还特意调成色调昏黄的样子 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我不知道江青怎么突然这么问 答道半年多 江青低头喝了一口粥 被酒浸润的嗓子清明了些 我妈生我二十七年 都不记得我海鲜过敏 她眉宇间难得闪过一丝疲惫 我们难得聊点健康的话题 很累吗 她笑笑 没办法 大家都累 你也很辛苦 没得选 软瑶以后想做什么 我想当一名小说作者 我以为她会笑 却不诚想她伸出手 过来让我抱抱 江青把我抱在怀里 捏捏我的脖子 那你记得手印留五千二百册 给我个表现的机会 我一直以为她身边不缺女孩 却不想救我一个 她听见我提起还诧异 救你一个不好 我之前就说过 你是我女朋友 心头狠狠一颗 大脑也不听话 燃起一些不该有的想法 她杯子往桌上一放 银丝眼镜反光里都是笔记本上 密密麻麻的数字 声音不疾不徐 像在说什么很正常的事 我对这方面也不那么热衷 有个人合得来的人陪着就很好 不能因为我有钱 你没钱 就非觉得是我包养你 我有钱多花点也正常 承认你是我女朋友也没什么 何必非遭见成包养 别总看些没营养的 她说完还严谨地顿了顿 补充一句 如果你要写这些类型的小说 那就另算 总要了解市场行情 我没忍住笑 无事实 江亲总爱带我跳伞 带我蹦极 带我骑马 一项极限运动结束 她总是过来牵我的手 这么厉害 我还以为你不会喜欢这种运动 我喜欢 当然喜欢 我从小心思太重 大脑每分每秒都在精密旋转 极限运动 给予我一刻的空白 那瞬间的空白 我可以什么都不想 无比珍贵 所以我在跳伞 结束 她将戒指套到我的手上时 大脑延续了那一刻的空白 我猛地抬头 你 江亲看我扮上 终究还是开口解释 觉得好看 就买了 没别的意思 喜欢就带着 不喜欢也别退还给我 胸口一致 我没说话 于是我见江亲时 就带着 不见就摘下来 有一回见她时 忘记带 她盯着我的手指看了好久 那天恰好 她带我去跟朋友聚 江亲的圈子 聚在一块 就是打打牌 聊聊天 玩玩桌游 我被碾上 排桌 手气越好越紧张 江亲还笑 叼了支烟 俯身在我身后 捣乱 怕什么 怕输 别怕 摇摇人生很长 你输得起 才能赢得起 说着 对面受不住腻歪 出牌了 我笑了一声 江亲也略意挑眉 谢谢你 给我家小朋友点炮了 她捏捏我平时戴戒指 此刻却空空如也的中指 含着烟笑 需要恋胆 那晚 我陪江亲去我之前唱歌的酒吧 谈室 秦司姐看见我 咬着烟笑了一声 才多久不见 气色这么好 气色好吗 我下意识去看酒吧 对面镜子 里面的反光 疏然一愣 里面的女孩 我都快要不认识 脸上不再是营养不良 需要化妆 才挡得住两颊凹陷的样子 反倒容光焕发 一双性合眼也有了神采 秦司穿着修身的黑色长裙 吐了口眼圈 感叹 年轻真好 她顿一下 又看向我 我这才发现 她这好像憔悴很多 但是你呀 脑子要清楚一点 感情这种东西 是最虚无缥缈的 何况她那种家庭 能拿就多拿点 别想太多 这句话 像是在我手里割了一块冰 让我瞬间清醒 最初 我从未想太多 那些虚无缥缈的构想 都被我关进心中那扇门里 可将近真的太好了 这样的人 我怎么能做到不想太多 夜色很黑 我是不知什么时候 换上了厚重的遮光帘 江青一下一下吻我 床褥湿得厉害 我伸手摸她的脸 江青不明所以 抓住我的右手 吻了一下手腕 而在此时此刻 我偏头 望见窗帘下系里 透进来的月光 心想 我跟江青在一起 快要两年了 毕业那年 江青来陪我拍了照片 快门声响起时 她在看我 下小远远看见 犹豫很久 还是过来 她竟然跟你在一起那么久 之前发帖的人是我 抱歉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总是很奇怪 毕业前不觉得什么 毕业就像是打开了什么开关的节点 过了这个节点 大家都变得善良 江青三十岁了 落叶泛黄落的 风一吹 教人不自觉打个哆嗦 她越来越忙 从前 我们一周都要见两三次 可这段时间 一个月过去 我才见过她一次 毕业 也面临着家里的质问 整整四年 我没有回过家 即便回到老家的小镇 也是去看望周老师 又匆匆回来 手术很成功 但终究是伤了身体 周老师提前退休 卧床牵着我的手 瑶瑶现在过得很好 我那时压住眼泪 和顾超心照不宣 没有提那十万元 只是临走时 她追出来送我 男人有了她这个年纪 不该有的憔悴 她看了眼我价格不菲的衣服 叹了口气 欲言又指 对不起 我摇摇头 所以那个 想起来总是残破压抑的 家乡在上个世纪 若不是偶尔 打电话过来的索取 我断然想不起他们来 你在港市 妈 我在这找了实习工作 我在骗她 实际上 我仍旧在写小说 愈发稳定的 稿费让我觉得 离开江青后 我也依旧能过得很好 什么实习 听说 港市房租高 工资高 你都能在港市留下了 看能不能 把你弟接过去 给你弟安排个单位 以前 我听到这句话 会觉得恼火 可现在 却只剩下 无奈与可笑 扯谎扯得顺畅无比 妈 我跟同学 三个人住一间 跟阮宗要房间 差不多大的房子 实在安排不来 我妈 催了一口 不上学了 有时间 赚钱了吧 以后一个月给家里 拿五千 不拿就赶紧回来结婚 省得以后 老了彩礼要不上架 我冷着脸挂断电话 不等收起手机 疏然收到推送 江家掌权人重病 江家兄弟戏强 内斗不止 心头猛的一跳 我点开了那条新闻 千亿家产的家庭 中间权力结构错综复杂 涉及产业众多 而从一开始 我也知道的 江亲的爸爸 不止他妈妈一个女人 也不止他一个儿子 港媒酷爱抱一些 有的没的的料 没什么底线的小报里 写他们家 大房到七房的故事 写得津津有味 风起云涌的底色下 我们之间的 平静显的 诡异与不合常理 我却总觉得 有什么事将要发生 或者说 本就该发生的事 终于要发生了 有天 江亲喝了很多酒 他要我去接 刚上车就躺在了我身上 他语气委屈 摇摇我真的好累 我叹口气 抹扎着他打理精致的鬓角 这种家庭 有些消息能被爆出来 只能说明 确实藏不住了 没人知道中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局外人只能看到 风云变换的边角料 回家后 我去给他竹节酒汤 书房里 江亲在打电话 有些失态 你究竟想我怎么样 我怎么做你才满意 不 我怎么做你都不会满意 既然你怎么都不满意 那就意味着我不必非要听你的 第二天 我从网上看到 他要与京城某位红色背景的女孩 订婚的消息 门当户对 毫不般配 手机无意中滑落在地毯上 悄无声息 我曾犹豫过要离开 也反复审视过我的关系 一犹豫 一审视 就走到了现在 从前听过一期 以拖延症为话题的圆桌派 主持人说 拖延本质是一种恐惧 怕死 怕当下延续的状态结束 我忘记那时的心情 只是机械地捡起手机滑开手机屏幕 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看 这一天终于来了 而在这时 我又接到了家里的电话 我向灵魂出窍 看着自己平静 开口 什么事 那边妇人尖锐地 哭喊声从话筒里钻出来 无孔不入地 冲进我的耳朵里 要要你救救你弟弟吧 你救救你弟弟吧 他创业亏了六十万 瞒着我们借了高利贷 要债的找上门来了 说不还钱 就剁了你弟弟的手 我和你爸一年 都攒不下两万 这怎么办呢 脑海里嗡的一声 我疏然想到 就在前不久 我还算过 写了整整四年书 我才赚了将将一百万 拿给家里的钱 几乎都是我从自己稿费里出的 妈 我从哪弄六十万 我妈听不见我的质问 只知道哭 你帮帮她好不好 中药不跟之前一样 她也是为了让咱们 家过上好日子 创业才亏了钱的 你想想办法 腰腰你这腰漂亮 想不到办法吗 香港不是很多有钱人吗 你想想办法呀 这是一个妈妈对女孩说出来的话 我狠狠闭上眼 曾经我以为 是因为我原生家庭太差 老天看了也觉得可怜 所以即便是这种关系 可她让将亲来到我的身边 可到现在我才明白 即便过得再好 也是我编织出来的梦 如今 梦该醒了 将亲妈妈找上我那天 我刚写完一本连载 她一身翠绿翡翠形头 保养极好 眉眼瞳将亲很像 安静的咖啡厅里 居高临下地看我 直入主题 她享受了家族的电力 就要承担起家族的责任 我之前之所以没问 是因为我以为你们都是懂事的人 软腰 小姐 姜太顿了一下 你不是不懂事的女孩 你可以好好想想 她现在更需要一份虚无缥缈的爱情 还是能帮她稳固地位的婚姻 她要么得到一切 要么一无所有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圈子是吃人的 你能给她什么 你的家庭只能给她拖后腿 你们家一年的收入不够将亲 为你请的大厨一个月的工资 你那个弟弟 姜太吃笑一声 之前将亲还小 玩玩就玩玩 你瞧着是个懂事的 就应该懂 这个时候应该做什么 京城林家的女儿跟她很合适 他们要订婚的消息 是我放出来的 我想你也听说了 即便我对自己的原生家庭万分了解 可听到将亲妈妈提起 却也依旧觉得无所适从 我一言不发 盯着裙子上的褶皱看 姜太在这个位置 总不能是等闲之辈 对付不同的女人 她有不同的手段 对捞的 她就告诉她 她如果不识好歹 那么拿不到一分钱 对付自尊强的 她就告诉她 他们之间从来不平等 半上 我跟她讲 将亲让我走 我就走 姜太笑了一声 你好好想想 那瞬间 我的脑海里闪过很多镜头 我生活的环境 我付出的努力 我和将亲之间的相处 时至今日才发现 命运是最虚无缥缈的东西 十年前 那个借着路灯的光 勉强念书的女孩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有今天 从咖啡店出来 我原本想要去喂鸽子 漫无目的坐上大巴 秋风一吹 提背席卷四肢 下了车 手里拿着面包屑 我有些走不动路 不远处 竟然是我跟江亲之前住的酒店 走到前台问过才发现 房间还没退 我拒绝掉客房服务 乘电梯上去 电梯像第一次那样亮 我却除了麻木 再没别的心境 昏昏沉沉地睡了一下午 我妈的电话把我吵醒时 窗外夕阳绚烂灰红 大脑还不能思考 那边我妈尖锐的声音就传过来 软腰 这钱你到底能不能拿上 我哑着嗓子 妈 我没钱 你怎么可能没钱 没钱你就想想办法 你在大城市都没钱 你让我跟你爸怎么办 你让你弟弟怎么办 电话那头传来吵嚷的声音 我妈话还没说完就被我爸夺了 电话 我跟他说 男人声音粗嘎 软腰 你妈不会说话 爸跟你说 爸妈把你养这么大不容易 当你报答我们的时候 你不能不报答 我觉得好笑 思路清晰了 爸 我想问个问题 你问 软宗药 真是因为创业欠的钱吗 那边安静一瞬 我爸松口了 一家人 爸也不瞒着你 软宗药 是跟别人起了冲突 给人打坏了两根肋骨 对面有关系 要咱加赔六十万了事 不然就要你第一根胳膊 我们一家都是老实人 我妈开始在那边哭哭啼啼 要要求你救救你弟弟 求求你 求求你还不等我开口 我爸又说话了 你该不想我们去找你老师要吧 要不我就把你学校的地址给那家人 就算你毕业了 你大学老师联系不到你 我有些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 时间像轰隆隆的车轮 什么都能改变 又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一直忽视痛苦 所以当这些一直被我放在角落里的情绪浮到水面时 好像来得格外猛烈 周妈妈那边我不担心 去年顾超将他们一家接到市里照顾 她如今发展不错 很受领导重视 阮宗耀得罪的那家人再厉害 也不敢莫名其妙去她家门前闹 但我呢 我能躲在现在生活的表象下 躲一辈子吗 我能摆脱吗 脑海中的念头狠狠砸在我的身上 叫嚣着 逃离吧 走吧 让一切戛然而止在这 不是很好吗 从酒店出来 我坐上回凯茂的车 将亲打电话来 去哪了 怎么不在家 那不是我的家 出来走走 她停顿一下 道 我要去首都出差 我知道 她要去北京 参加林老爷子八十大寿 有些关系要打通 江泰说 她会在那天让她跟林老的孙女定亲 我呼吸声都轻了很多 恰好 我也要回老家 江亲有些意外 不想回就不回 很多年不回了 不太好 户口也要往这里迁 回来 有些材料要准备的 我和江亲晚上吃得不多 张一变也没做几个菜 我没胃口 江亲也没有 饭后 我们躺在沙发上看电影 电影讲的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我看向江亲 她还是我们初见时那样 气质出众 精致漂亮 我鬼使神差开口 你这么久之前就给了我戒指 那你说 我们会不会结婚 江亲身形一顿 看向我的眼神很深 不知过了多久 就在我以为她不会回答时 江亲声音尖色 软瑶 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答案 那时我以为 这句话就是最体面的结束 她只是在委婉地告诉我 我们没有结果而已 虽然这件事 我心里本就很清楚 我其实 从未跟江亲 说过我家里的事 有了爱的人 更是有了软肋 不好的是 她最好统统不知道 我怕急了自己 在外多年维护的 这份体面的遮羞布 被他们一把揭下 她最好只记得 我是个贫瘠又努力的人 是她的照顾 让我长出血肉 还是软瑶 妇人声音冷静 不换个名字吗 不用 就软瑶吧 这名字 是对我有恩的人 给我起的 都已经死了 名字有什么区别 世界上那么多 叫软瑶的人 她不会一个一个去找 更何况 我叫软瑶啊 这张卡你留着 江泰说 足够你后半生衣食无忧 你也别怪我 怪就怪你 太不会投胎了 这句话 她也应当 对她丈夫的 很多姨泰说过 那天 去广市 小县城的悬崖上 摔下去一辆车 车辆当场爆炸 听说烧死了 一个年轻的女孩 周边村庄 都觉得可惜 后来有个 瞧着条件 很好的男人来 育人就问有没有人 见过照片里的姑娘 问了很久 问不出别的结果 就疯了一样 红着眼睛 最后脱力 被人带走了 这就是我的计划 也是我和她妈妈的交易 我既然要离开 那么就离开得彻底 彻底到 世界上没有我这个人 摆脱原生家庭的办法 不是他们死 就是我死 既然是已至此 不如合了所有人的意 离开后 我的新手机 收到一条 陌生号码 发来的消息 你的父母 找到警署闹事 莫名其妙 但我请人假装 你的老师 给了他们九十万 算是替你尽孝 他们好像挺满意 我苦笑一声 不再说话 彼时 我已经在广市的 边缘小镇定居 距离这边的市中心不远 距离周妈妈 在的地方也很近 我远远看过她一次 没敢上前 窝居在这个边缘小镇三个月 我彻底换了笔名 没事的时候 写写故事 吹吹海风 第二个月 我开始写与你有关那些年 第三个月 我恍然 惊觉 从港城过来后 我的生理期 就没来过 我怀孕了 时光匆匆而过 我和将亲僵持 推开她 后退一步 原形是我们 又怎么样 这篇故事 我没写完 我们也没有结局 将亲喉结微动 灯光让她眼角的 泛红更明显 我没想过 跟别人结婚 但是我那时候 也没能力 拍板跟你结婚 家里是太多 我如果处理不好 你也会有危险 订婚那时 那天我只是进京谈事 饭局上 他们想提 被我挡回去了 喝了两斤白酒 那家也是要脸面的人 这事就这么黄了 我之前跟你说 还不能给你答案 是因为我还不能保证 我自己的未来 更不能保证 我们的未来 不是不想给你 现在你再问我一次 好不好 现在我能保证了 我眼眶有些酸 泛起水雾 将亲把我扣进怀里 她捏着我的下颌 吻了上来 又重又温柔 像在窥探 我能保护你了 现在我能给你答案 摇摇戒指给你 那一天我就想跟你求婚的 现在我只求 你再问一次 将亲要去 京市出差 她问 我想不想去 不 年年 耳朵尖 急忙跑过来 京市 叔叔我想去 环球影城 将亲扫我一眼 笑了 不去吗 我一梗 沉默了 那天 我没给将亲答案 要从一种生活状态中 再次抽离出来 也需要再三思量 年年 明明才五岁 却并不先沉迷 变形金刚 反而沉迷哈利波特 环球影城人很多 将亲不想请人介绍 便只带了 留住一起 她偏头问我 年年喜欢哈利波特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 变形金刚 你一个女生喜欢变形金刚 性别歧视 不是 就是稍微有点意外 我没告诉她 我第一次走进电影院 看的就是变形金刚 没法形容那时的震撼 三地眼镜的效果比起 现在真是简陋又拙劣 可那时的我从未见过 只觉世界上的世卫棉 都太奇妙 惊奇 我们晃到了霸天虎下 年年眼里充满向往 将亲蹲下抱年年 小朋友不能做 啊 年年觉得可惜 我也不敢做 自从生了年年 我变得惜命得很 从前的那些刺激项目 放到现在 估计是一样 都不敢玩 但将亲盯着 我好圣心来得莫名其妙 走啊 我被发射到半空中 那是我生命中 最漫长的三分钟 脑浆都快摇晕了 人下来 脸都是白的 将亲看着 我紧紧拽着她的手 没忍住笑 钻这么紧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多离不开我 我还没回过神 舒然被她吻了一下 你 将亲的逞迷眼 太可怜了 安慰一下 刘助理和年年 一大一小 表情呆滞地望向我们 我的脸煞石红了 年年拉长枪 你们真的够了 羞羞脸 将亲一声低笑 年年完了一天 今天睡得早 将亲订了房间 商务套房 就两间卧室 男子汉年年一间 年年好像独立得很早 四岁就跟幼儿园的 朋友们说 已经不跟妈妈睡了 我还记得她第一次 跟我分床 那天 我舒然 有了一种老母亲 不被需要的失落感 我盯着主卧大床 你故意的 嗯 我故意 我去找年 将亲一把扣住我的手 丹凤眼里都是深情 有人比年年更需要你 今世是个晴天 那晚 月亮又圆又皎洁 气氛好像很好 反正不知怎么 就擦枪走火 事后 我们躺在床上 我写的是我们 将亲帮我擦手指的手一顿 我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 我爸妈都喜欢弟弟 哪怕我弟弟每天打游戏 长到二百斤 考不上大学 网贷 打人 他们都喜欢 我只负责帮他收拾烂摊子 我闭上眼 轻声道 我是我弟弟成长的养分 将亲动作一顿 否认 你不是 你是我的爱人 你妈妈来找过我 我知道 将亲放回毛巾 躺回我的身边 我们这个家 是没有普通家庭 吃不起饭的苦恼 但也没普通家庭 其乐融融的快乐 这个家里每个人 都是一辈子都在战斗 他们都习惯了博弈 博弈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让对方输 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思来 我妈也一样 我爸跟他博弈 他抖不赢 然后找那些女人博弈 他又赢了 他又想去打败他们的儿子 婚姻也是他为我准备的 鹤枪实弹 最后 我没用他准备的东西就赢了 他没人博弈了 就又想来跟我博弈 他没那么爱我 也没那么在乎我 江亲停顿一下 但是孩子是我的 我只是不想跟我的父亲一样 我只有你 我侧过头去看他 那你能不能 永远只有我 后半句话我没说出来 但江亲懂了 能 我能 除了第一天去环球影城 江亲整整开了七天 会 最开始我还陪年年逛 但我看得出来 这么多年陪伴的缺失 他还是更期待江亲 也能来陪着他 入夜 年年趴在我的膝头 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正在马字 头也没抬 问你爹地 话音一落 一大一小双双停了手里的动作 我没回过神 你们看我干什么 年年呼出了个鼻涕泡泡 妈咪 他真是我的 江亲确实狂喜 一把捞起软安年 叫爹地 年年叫得很大声 爹地 我眼眶不自觉一热 见江亲这样笑 才发现 他的眼角有了皱纹 他三十五岁了 我也三十岁 就这样吧 我们都不再年轻 回到港城后 江亲又忙了起来 我也开始写新书的 大纲 前面几本书虽说是市场化的产物 但却为我带来不少收益 至少我和年年在生活上 从没受一点难 同编辑讲起来时 他只笑着跟我说 写得一般好吸引读者 写得太好吸引同行 你每次对自己不满意 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后来我才明白 哪有什么写得好不好之分 能吸引读者就是本事 他们但凡看下去 就总有一段 或者是他们喜欢 或者是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最初的创作 不就是一次又一次构建世界 寻找共鸣的旅程 我在露台上浇花 院子门外迎来了不速之客 只是我没想到 江亲竟然受益保镖拦住他 时隔五年 再次见面 我依旧只能用 热光宝气 四字形容他 但他好像比起之前憔悴很多 我下楼喊退保安 冲他笑 江泰 进来吧 江泰见了我 顺顺头发丝 仰着头 进了别墅 我地上一杯花茶 江泰并没接 我也没端着 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 他打量一卷屋里 问道 年年呢 他不在 年年想学钢琴 从前小镇没有合适的钢琴老师 还是我跟着短视频平台一直学 自己教他 现在有了机会 又提起来 江青给他买了最好的钢琴 也为他找了最好的钢琴老师 开学上大班 他也要提前习惯这里的生活 交到一些朋友 去钢琴班里也很不错 张沈去采购了 保镖和飞庸都在院子里 这里现在只有我 我说到这 江泰才又开口 你到底有什么 比得过林将军的孙女 脸 性格 还是什么 我给他安排了那么多次见面 他一次次下我的脸 一次都不见 明明有捷径 可以走 非要用这么几年 身体也熬垮了 他说 我在跟他博弈 他又何尝没有 非跟我对着干 我深吸一口气 轻声 但要不是你 他也不会坐上 现在这个位置 他坐上这个位置 不是因为他想 而是因为他不想 跟自己的亲妈 博弈 你懂什么 江泰面色很老 爱情是什么 儿女情长 英雄气短 愚蠢 我不会祝福你们 我总以为 事到如今 江泰不会在同之前一样 可我还是低看了 他的好盛心 第二天 我接年年下课 开车去江市 等江亲一起吃饭 谁知刚到楼下 一侧便冲出来 一对老夫妻和寿成 从前一半不到的青年 保镖反应迅速 可我的心脏 却在看到这三个人时 瞬间结了冰 翠 我妈朝我吐了口痰 背着我们生孩子 在外边逍遥快活 不要脸的臭婊子 年年吓了一跳 妈妈 我回过神 立刻示意保镖 带年年走 我妈还在骂 还骗我们说 已经死了 不管我们死活 不管我们劳两口死活 不笑啊 不笑啊 我们阮家 怎么有你这么个赔钱货 阮宗药 洋装拉着我妈 还一边跟我说话 姐姐你知不知道 爸妈 知道你死了的时候 有多伤心 你怎么能骗人呢 你还活得好好的 怎么能骗我们死了呢 不骗你们 我扬起脸 等着被你们吸血吗 保镖 拦着 他们不能靠近我 我妈 往地上一坐 开始撒泼 没法活了 哎呀 我没法活了 我们一把屎一把尿 把他拉着大 从广市 农村 拉着到现在 他转头 傍上有钱人 还骗我们说 他已经死了 这是不想管我们 这是不想给我们养老啊 我弟演技太好 这会也是替四横流 爸 妈 你们别哭了 姐姐 不管你们 不是还有我 虽然我当年把念书的 机会给了姐姐 但我现在有手有脚 能干活 我给你们养老 周围聚了一圈人 开始指指点点 这么有钱 不管家里 你看这人穿的 你在看他家里人穿的 哎呦 我深吸一口气 正要说什么 就看到 不远处停着一辆车 将太戴着墨镜 远远看着这处热闹 突然 人群里有人扔了一颗鸡蛋 夏天 我却浑身发老 蛋液打碎在皮肤上 粘腻的触感 给了我一种 摆脱不了的感觉 正如我的家庭之于我 凭什么 你们凭什么这么说 我一把抢过身边 维持秩序的人的喇叭 鸡蛋谁他妈 扔的 你们听一出事一出事吧 你们怎么不看 他们为了养儿子 是怎么对我 从小我弟穿的好吃的好 我手上都是洞窗 他想上学就上 我想上高中 都是求来的 我上了大学 要赚钱 替他们养儿子 我养不了 就早点回家结婚 因为年纪大了 彩礼就要不上嫁了 我不给钱 他们就去找我的 恩师药 他们 他们甚至为了给他们儿子凑赔偿款 问我能不能去卖 我是不管家里吗 我有不管吗 我举着喇叭 语无伦次 你们凭什么扔我 你们巨大的委屈将我席卷 我还想再说什么 就被大力困进一个怀抱里 江青 这不是江青吗 在江青的强势下 他们被扭送去警署 阮宗要犯了一次病 我才知道 这人竟然染上了毒瘾 老家的房子被他变卖 爸妈被他逼着出去打工 险些就要去卖肾卖血 这就是给他们传宗接代的好儿子 正在这时 在江市楼下拍摄的短视频 被人公开到网上恶意发酵 视频里只保留了前半段 没有后半段 大家都以为是我抢了弟弟上学的机会 不顾年迈父母 自己在外边过逍遥自在的好日子 一时间江青的大名上了好几次热搜 这场豪门夹杂着伦理的大戏 有点精彩 网友纷纷表示 没见过 真没见过 而我的身份信息也被人扒了出来 我叹口气 先给周老师打了电话 摇摇 周妈妈 对不起 我骗你了 没事 没事 那头周妈妈气不成声 还活着就好 还活着就好 周妈妈明白的 顾超接过电话 软妹 没事就好 活着就好 网上的消息我们都看到了 你放心 我们也能帮上你 刚开始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帮 不过半天后 我才发现 周妈妈手写了一封信 脱骨抄发在网上 这封信记录了周妈妈眼里的我 我们之间经历的事不仅有它 不少中学时代的老师 同学竟然都站了出来 只因为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实在过于深刻 考得太好 吃穿太差 也足够刻苦 我看着周妈妈的字迹几度落泪 也深吸一口气 告诉自己 我也要勇敢 我用作者的账号 将我所有的经历都写了出来 最后 我写道 女孩是不是真的只有通过死亡 才能摆脱原生 家庭 我不想成为妖 不想成为朝帝 叛帝 引帝 贱妹 不想成为谁许愿生儿子的工具 也不想成为谁成长的养分 我只想成为我自己 我也想配得上幸福 微博发出去后 不少人惊叹 原来这位作者竟然是江亲的夫人 以及 她竟然有这样看起来近乎传奇的经历 有读者想到我没更新完的那本书 与你有关那些年 写的就是作者和江亲吧 作者还会写完吗 我回复 会 也有人质疑 说什么努力奋斗离开原生家庭 最后还不是靠男人 江亲舞剧冲浪 回得很快 他离开我 自己也能过得很好 我们在一起 只是因为我们互相喜欢 是的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底下还有人发出了那天我们在环球影城的照片 我是当时看到他们一家颜值超级 高超级般配才拍的 没想到竟然拍到八卦 忠心了震撼 但是女生现在看起来好幸福哦 真的看不出之前吃过那么多苦 现在也算苦尽干来了吧 我打开照片一看 里面女人笑意温柔 小男孩抱着女人的腿撒娇 男人站在一侧看 眼里盈满笑意 下面有人回复 爱让人长出血肉 相信者得爱 或许命运真的还算公平 因为相信 所以幸运 风波过后 张仪给我和年年包云吞 年年急爱吃张仪的饭 从前就说跟她幼儿园里的饭一样好吃 我也想学 张仪捏着面皮跟我说话 你不知道 江总早就知道你还活着 而且你生孩子 她就在产房外守着呢 我一愣 手里动作彻底僵住 她能查到我还活着我不意外 但她竟然当时就在产房外 您说什么 张仪看我一眼 一副你没想到吧的表情 别说 江总 我还偷偷看了小少爷好几年呢 我才知道 当年 江家老爷子重病 兄弟几个内斗得厉害 江亲一时解决不了 知道我还活着 她只是兴奋了一瞬 就又陷入无边的焦虑和忙碌中 去找你也只能让你和孩子陷入危险 不如先让人帮忙看着 等一切平息了再来 张仪声音不急不徐 你生孩子那天 她为了避开耳目 就制造自己在办公室的假象 带了留住一个人 上了客船 又租了辆车 后来她回来 衣服都皱巴巴的 我从没看到她那样 又狼狈又兴奋 她跟我说 张仪 我有孩子了 我以为她去看你了 要把你接回来 但她只是摇了摇头 她狼吞虎咽下一碗粥 上楼洗漱前 站在楼梯前道 我还是先扫青门浅雪 才能不辜负心上人 我忽然想 我从没见过港城下雪 从前有过一次 很像是雪 可落在地上 也变成了稀稀利利的雨 张仪这几年就住在 距离你们两条街的地方 还在年年的幼儿园食堂做饭 我再次震惊 你是说 你还记不记得 年年当时肠胃炎 帮将总保护你们的人 回来报 说年年肠胃炎 你半夜带她去医院 我还记得那天 后来才知道 是幼儿园的食堂出了问题 那天吃过饭的小孩 不少都食物中毒了 那是年年第一次生这样 严重的病 小脸上十分虚弱 我吓坏了 后来家长写怜明信 幼儿园推出人来担责 还换了食堂外包商 换了新外包商后 家长们都去食堂吃过饭 校长满面红光 再三保诈 之后的饭菜都是这个质量 一场风波才算停 只是我没想到 新的食堂外包商 竟然是江青 还有张仪 怪不得 年年总是说食堂太好吃 张仪做饭也好吃 跟他们幼儿园的食堂一样 好吃 我眼眶泛酸 低下了头 张仪捏着云吞 声音温柔 张仪我这辈子无儿无女 你们一定要好好幸福下去 阮宗要被送进了戒毒所 而我爸妈也灰溜溜地回到老家 没找江青帮忙 我自己请了律师 律师的专业语强势告诉他们 在我这 只能拿到每个月几千元的赡养费 除此之外 什么都拿不到 与你有关那些年停更很久 也在这年秋天恢复更新 阮安年开始上大班了 本来还担心他换了环境不适应 但好在他性格开朗 打消了我的忧虑 跟张仪说完话 我去接阮安年放学 回家的路 走到一半 突然 车头一转 往江市 走去 我就是 突然很想见到江青 给他发了消息 我把车停在地下停车场 江青很快下来 还是穿着一身手工黑西装 身高腿长 气质超然 我第一次见他时的悸动 好像现在仍旧会有 他步伐很快 走过来 打开门 发现后座有一束花 阮安年在一边大喊 爹地 surprise 他愣了一下 看向驾驶位 舒然笑了 阮小姐 很会玩浪漫 我耸肩 一般般 看了阮安年一眼 毫不犹豫地关门 转头坐上副驾驶 你当司机 我要做副驾驶的 他刚扣好安全带 我就解开安全带 一把将人抱住 这高难度姿势 江青哭笑不得 他捏捏我的腰 低声 年年看着呢 一会再报 我声音里有哭腔 我想 结婚了 江青一顿 抢我台词呢 我看他 明天去领证 江青醋眉 不行 我要让师父来挑个吉日 挑什么 我看着他的眼睛 命运早就给了我上上千